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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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年輕的人 可能不知道什麼叫小店 或者所謂的文具店 這些東西 可以周圍釣到 周圍都好像重補 我們的重點 都不是很浪漫 去懷緬一番 這個可能是 一小部分 但我們最想找到 其實每一間小店 都在說 這些獨立的小戶 一賣一賣一賣以外 還有很多東西 例如剛才我們去林先生文具店 也好 他講了很多一些 他們和街坊之間的人情故事 好 預備 1 2 3 這一日 一班80後專程找林永永做訪問 拍下文具店和街坊的故事 林永永的文具店在18年前 由美河流的舊舖 搬到過來白田商場這裏 做小生意賺美利之餘 還賺到人情味 例如有些客人收舖 他們買東西 我們都繼續做 可能延遲半個鐘頭 或者一個鐘頭 都不出奇 但隨著政府落實重建白田村 商場的小商戶 都要在三年之後遷出 林永永的舖 亦都受到影響 林永永說 這裏的舖租不算貴 不過白田村老化 來買業的人都越來越少 近年做的生意都不夠應付開支 打算做到遷出期限就不做 撿了是可惜的 我們體力和其他的租行 都迫著要停 五家良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 希望為這些即將面臨消失的小店 或者是虛史 拍下一系列的紀錄片 透過訪問片段 留下大家的集體回憶 亦都希望帶出一些訊息 回到工作室 就看回拍好的片段 攝影、剪接 他們都一手包辦 我們最早 我想是去年年頭開始 我們就開始想想 關心一下一些香港的小店 其實一個小店的範圍 好像說不到整個環境 變相我們的紀錄片 並不是只關注小店 而是希望透過小販、虛史、舊虛 不同的社區結構 去多說社區的關係 五家良說 有這個念頭 不多不少和自己家 都是在虛史開店有關 五家良的團隊 已經製作了四輯紀錄片 分別講述上水石湖虛 粉嶺聯和虛 天水為天光虛 和深水寶的野虛 他們希望透過片段和訪問 換起商家做生意賺錢之外 亦都要注重人情味 做良心商人 你說我們要推翻什麼霸權 地產 其實說真的沒有得夠 不過我想我們怎樣在自己內心裏面 由我們最基本的生活 可能自己買東西 會不會走遠一點 光顧一些快沒的小店 或者我們不要那麼浪費 新一代仍然會繼續開店 仍然會開店 但可能已經做不同的事情 不過它會不會有機會 可以保留這些人情味 這些良心經營模式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胡凱文報導